妮可棒棒 那我就先从购物分享开始说好了 大部分呢都是我8月份的这一次去日本出差的时候买的 也有一两件呢是在这一边淘宝天方上面买的 那我就先从这两件例外的开始说起好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今天刚刚才收到的包裹 是这个LivingPoof的Dry Shampoo 我买了两个size打算大的这个呢就放在家里面用 小的这个呢就是我出外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就可以带在我的行李箱里 这个干发喷雾呢我是被我那个最新的小伙伴种草的 那一天他就是快要进场了的时候才下了飞机 到了酒店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洗头发了 他头已经两天没洗了 然后他就是用这个东西全头大量的喷了一下 然后梳顺了之后呢看起来那个头发就像刚洗完头的感觉一样 而且可能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发质条件就比较好吧 所以他梳完之后呢整个头发看起来就非常的顺滑的那种状态 接下来我买的一个东西呢是我在我的视频里面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类型的商品 它是一个抗糖丸 这个东西呢本来就不是在日本买的啊 这是好像是一个法国的品牌吧 我本来在日本的时候呢就是想要说去买那个POLA的那个抗糖丸的 在忙的过程之中我完全忘记了我要买POLA抗糖丸的这件事情 回到来广州的那一天才想起这个事情 像POLA抗糖丸这种这么热门的东西呢 我不是很敢在淘宝随便的一个地方买 我很怕会有造假的情况 所以我就是这个这个品牌因为它是有那个天猫的旗舰店的 所以我觉得天猫旗舰店还是比较靠谱一点 我就买了这个抗糖丸 那我之所以会买抗糖丸呢是因为真真实实 真切的感觉到我一定要步入这个 从初抗老步入到正式抗老的状态了 因为我到今年10月份呢就要24岁了嘛 然后大部分的人说要正式开始抗老人要从25岁开始 但我觉得我作为本身就是美博美妆博主的这个职业 我可能要比大家再要提前一点进入 像之前大家知道我的脸前一年做美妆博主的时候 大家是很少听到说我脸过敏的这种情况 但是在今年我的皮肤已经过敏了两次了 除了当然是有用错产品的一些因素存在 也证明了我的皮肤没有以前那么的耐受了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皮肤衰老的一个迹象吧 当然对于抗糖丸这种东西呢 有些人说它好 有些人说它不过是骗人的什么的 那我自己呢还是想要去尝试一下吧 那我在吃的过程之中或者吃完之后呢 我可能会在视频或者微博里面跟大家反馈一下 吃这种类型呢 就是抗糖丸这种东西 对皮肤会不会有一个实质上的肉眼可见的一个改变 好那接下来分享的这些呢 就是我这一次在日本买的东西 包装都还没吃还没买 下面买的这个东西呢 我现在看了我觉得挺搞笑的 就是Kate的这个眉粉 因为我已经非常非常久没有用过眉粉来画眉毛了 我都是喜欢用眉笔来画的 但是当时在药妆店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很久没有用眉粉画过眉毛了 这个点打动了我 要我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购买欲 我觉得我是时候再用眉粉画一下眉毛了 我买了一个这个哈库的美白面膜 一共是有五片 那这个面膜我之所以会买呢 是因为我在去药妆店的前一天 我是到日本参加了一个Estalift的 这个品牌旗下的活动 Estalift那里有一台就是非常专业的测试皮肤的仪器 然后那一台仪器呢 它帮我测试出来的皮肤呢 它整体上说我的皮肤状况非常好 虽然有做防晒 但是没有做到非常到位 在皮肤的底层还是有一些黑色素 它会建议我去用一些美白产品 可以让我的皮肤那个亮度更加上一层 所以然后我就在想 我已经确实很久都没有用过美白的产品了 哈库呢我一直是 知道它是资深堂旗下一个专门做美白线的品牌 下面这两个面膜呢是我回购的 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笼动推荐一下这款面膜 特别是我手上拿的这个粉红色的这款包装丑丑的 那它的价格呢 这里有写是6000日元12片 那大概折合人民币就是30块钱一片左右 它肯定是不属于那种平价类的面膜的 但是在这个中等的价位来说呢 我觉得它完爆SKII前男友面膜 这个呢是我上一次6月份的时候在东京买的 然后这一盒只剩下一片了 在我心目中目前我最最最最喜欢的面膜呢 是亚世兰黛钢铁侠的那款面膜 但是那款面膜呢 我记得折合一片大概要八九十块吧 还是要100块钱一片 就是跟30块钱一片的话就不是在同一个价位上面来讨论的 然后现在已经慢慢在北方的一些城市已经要进入到那个秋冬的季节 天气也会变得越来越干燥 如果你要也要想要考虑入一款比较好的面膜来对皮肤进行一个保湿的话呢 我非常推荐你入这个 而且它的面膜质真的做得很良心 非常的贴合皮肤 很多的一些面膜呢 就只是在吹嘘它的面精华很多很多 但其实我个人的话觉得精华多不多 并不能决定一个面膜它好用或不好用 它精华的成分 它的保湿力度 以及面膜质的质地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很讲究这个方面 接下来呢 又是另外一代 就是在另外一个药妆店买的 首先呢还是三合面膜 我为什么这么买了这么多面膜呢 其实我平时也不是一个就是经常敷面膜的人 但是因为要快要进入到秋冬的季节了 本身我的皮肤就比较干燥 所以在秋冬的时候呢 可能敷面膜的次数会上来一些 那这个面膜呢 就是我第一次买的 我之所以会选购它呢 是因为我忘了我看到哪一个博主 反正就是在我的微博 某一天突然刷到了有一个博主 会见这个面膜 我说它很好用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它的这个包装吧 还挺漂亮的 就跟很多的日系的那个面膜包装不太一样 我也是买了一个主打保湿的 一个主打美白的两盒来试一下 然后另外的这一盒呢 是也是这个牌子的 但是这一盒呢 就是说是清洁类的面膜 这个呢是甲手他看到我在买这两个面膜的时候 他说我也要 我要一个清洁的 然后呢他就拿了这个 而且当时是和面膜下面那个那个小排排 它的中文翻译错了 它上面显然是清楚毛孔 我很清楚的 清楚毛孔 就是你越敷你的毛孔就会越清楚的 那我当时跟甲手那是笑爆了 说起这个就是在日本遇到的一些趋势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遇到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第一次在街头偶遇明星 而且是自己喜欢的明星 就是我跟甲手在路上走着走着拍着拍着照片 迎面走来两个人 Blackpink的Lisa还有吉素 他们完全是一个私底下的 自己在游玩的私人的活动 我们也没有什么摄像机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女明星 就是脱离了舞台 华丽的服饰 华丽的妆容 就是像一个素人一样在路上走 我见完之后呢 我深深的反省了一下自己 他们那种之所以在舞台上面 可以显得这么的瘦 是因为他们本人真的非常的瘦 像我的话呢 怎么讲我拍照片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我微博看一下我的穿搭 其实可以看得出我是锁骨啊 这些地方腰这些地方挺细的 但是手臂啊这些啊 还有腿啊还是有点肉肉的感觉 但是他们的那种呢 就是全身都很瘦 但是脸不瘦 脸就是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 鼓鼓的很饱满 但他们那种瘦呢 完全没有不健康的感觉 因为其实他们的瘦是因为他们的肉非常的紧致 他们因为长期要跳舞啊 做大量的运动 所以他们的肉很紧实 全部都是肌肉 所以你看到他 你觉得他很瘦 但他不会给你一种 骨瘦如柴的感觉 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瘦 第一次发现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差距 原来是这么的大 自己真的有很大的不足 特别是在拍照片的时候 还是很多地方 这些地方都显得肉肉的 你看我的肉都松了 这个叫拜拜秀对吧 我在那天晚上 看完LISA和急速之后呢 我对我自己进行了一个深刻的反省 然后我第二天就在日本 买了一个运动套装 看到吗 我励志 我要运动 我昨天就去健身了 真的 然后呢 我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大家应该还蛮出名的吧 应该都知道 就是一个毛孔 毛孔的修正液 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油皮 然后毛孔也不是很大 这个呢 是买给甲手的 甲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爱美的男孩 然后他 他也是属于油皮 男生本来的毛孔 就是比较粗大一点嘛 他就经常在纠结 为什么我的毛孔这么大 能不能救救我 那我就买了这个 给他尝试一下 接下来呢 我就买了Kate的这一套 很出名的睫毛套组合吧 叫做不叫套装 它是分开的 一个呢 就是打底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浓密款的睫毛膏 我最近对睫毛膏 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因为我最近很喜欢 我不画眼线 然后眼影也用非常简单的 单色眼影 夹睫毛夹得比较翘 然后刷睫毛 这样子我觉得整个眼妆 看起来就是有一种非常清新 又有点复古的感觉 就是那个眼神会显得特别的温柔 我很喜欢 最近很喜欢这种妆容 所以我就在对睫毛膏上面呢 就有更多的要求了 而且因为大家也说 他有这个睫毛打底什么 就让那个一点都不容易晕装嘛 所以想试一下 那这一袋呢 就结束了 下面的这一小袋呢 那是我在机场免税店的时候买的 首先我是买了一个CPV的这个粉底液 我有一个它粉底霜 这个粉底霜是6月份买的 关于它具体的使用感受 我等一下再讲 等一下就会讲到它 然后呢 我这一次是买了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粉底液 今天我就是用的这个粉底液 我只用了这一次 所以我没有太多的感受可以讲 只能说第一次用下来的感觉 是觉得还不错 比较清透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还在免税店买了两个 Nunasso的眼影盘 两盒都还没拆 是一个非常非常日常的 米橘色细一点点的大地色 Nunasso的眼影 做的最出色的呢 就是在于它的一些珠光 还有它的粉质 你要它跟那些欧美的 颜色做的很出彩的那种 眼影盘区别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它的优势 所以我并没有选它的一些 什么红棕盘啊 它对于棕色调的把控 非常的好 它的棕色掉在你的眼上 会让你的眼睛显得很深邃的同时 也一点都不会显脏 就是那种是非常干净的棕色 第二盘呢 我买的是这个02号色巧克力盘 这个巧克力盘 应该还是比较出名的了 这个配色格纹 大家应该也见过 那下面的这个呢 我就买了很多 这个 哇好多防晒霜 这个品牌呢就是我这一次去日本主要出差的一个工作 就是参加这个富士集团 富士集团旗下 Estalive这个护肤品牌线的一个活动 那它在活动现场它有介绍好几款它们主打的一些产品 那我个人呢是对它们的这个防晒美容液是最感兴趣的 所以呢我就买了好多个 我跟甲手自己呢就是囤了三个 左右剩下的这些呢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 还有另外的这两个呢也是在他们店里面买的彩妆线 一个是腮红 一个是眼影 这两个颜色呢都是我觉得比较好看的 也是买来送给大家的 接下来呢就买了一些这一些小玩意啦 就是我在迪士尼买的这个特兔 我这次在迪士尼真的买的东西不算多 我之前在那个环球影城 买的那个哈利波特买了超级多 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袍 那个魔法袍买了整一套买了一千多块钱 回来一次都没有穿过 根本没有地方穿 那就是冲动购物 冲动消费 所以我这一次深深的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就只买了自己觉得真的很想买的 所以只买了三件东西 只是两个现在 第二个买呢还是这个兔子的这个发菇 这个发菇呢我先带一下 在家工作的时候呢 我是很讨厌头发这样子掉下来的 我本身自己在家就会带发菇 就是这样稍微把头发菇一下 让它不会下来 那当然也是用那种普通 没有任何装饰的塑料的发菇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带它的话呢 会让我觉得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更加有情趣 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最后买的一件呢就是一个本子 然后还有一支笔 我自己也知道 我应该是不会用它的 我上一次在那个环球影城买了两本哈里波特学院的那个本子 我到现在也是都没有用过 但我因为真的一直从小学开始就是一个文具狂 我看到那些漂亮的本子的话 我就很想要把它收藏下来 其实我上一次在日本买完东西之后呢 我也是拍了顾部分享的 但是最后只发了文字版 是因为那一期的视频我录了之后 在剪辑的过程之中发现 我忘了我是有一颗眼屎还是有一颗鼻屎 我全程都在画面 然后就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呢那期视频就没有发 然后我就把它弄成了文字版 只在公众号里面发了 首先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CPB的这个粉底霜 特意的把它带到了去日本这一次去参加活动 然后还有就是也经历了一场演唱会 就是因为对它比较失望 所以我才买了CPB的另外的这一款粉底液 因为我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就说它只是对得起价格 没有什么太惊艳的地方 然后就有粉丝私信我说 建议我去用他们这个长条型的粉底液 这个价位的产品应该是那一种 在你皮肤状况不好的时候呢 它可以给你雪踪送炭 在你皮肤状况很好的时候呢 它可以给你锦上添花 但是它只做到了在你皮肤状况很好的时候 它给你锦上添花 在你皮肤状况不好的时候 至少在我的脸上呢 它就是卡粉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它需要非常的严格去控制它的用量 只要我的用量那一天就是可能刚睡醒 然后没有太在意用量这件事情稍微挤多了一点 都用到了脸上的时候呢 那一天的粉底就是不服贴的 尤其是鼻翼的这个附近还有脸颊的这些地方 就会很明显的有一个一层浮起的感觉 那一天呢就是我们很晚睡 然后第二天就很早起 因为工作的关系在日本很早起 然后我的皮肤状况一看上去就是很疲惫的那种 然后我就用了这个粉底液 到了下午的时候那一天脚手的形容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说你去玩面粉了吧 你的脸都全都是粉 当然那是因为我那一天的皮肤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接下来呢就是三款睫毛膏的反馈都是评价睫毛膏 首先第一个恋爱魔镜 恋爱魔镜的这个睫毛膏呢 也依然是被我的那个最新的小伙伴给种草了 他就说这个睫毛膏摔了之后呢 那个翘的程度呢可以维持一整天 不会让那睫毛塌下来 然后我看他的睫毛确实是翘了一整天 没有塌下来 我当时就种草了 去六月份的时候去日本就买了这个睫毛膏 刷了之后我发现他刷出来的效果确实很漂亮 也很翘 但是没有到他那我朋友的那种程度 因为可能他的睫毛没有我那么长那么重 所以呢他可以维持一整天 但是因为我的睫毛本身比较重的话 很难 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可能有 能有睫毛膏可以让我的卷翘程度维持一整天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呢他在我的眼睛上面稍微有一点点晕装 晕装的程度呢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如果你说让我去出席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 就不会选择用他 接下来呢就是这两个熊野的这个睫毛膏 晕装晕成 鬼 在我的眼睛上面一点点我觉得防水的功能都没有 我有去网上面搜了一点功课也有人说他完全不晕装 所以我现在用了这么多睫毛膏之后呢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晕不晕装这种东西真的看个人 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支撑糖 您做线的Ginza的这套护肤品 一个洗面奶一个水一个乳液的一个反馈 这个是全新的 我上次买的还没有拆 但是我有用是因为他给我送了这些小样 没有开这些正装是因为我现在的护肤品还没有用完 我非常不喜欢我自己现在的护肤品没有用完 我就开心了 我觉得这样很浪费 他给了我两套小样 我现在用完了一套 这一套呢用了大概 新的这套大概用了一半 其实他的这个中样还是比较多的 有15 30毫升左右这个样子 我在香港台湾广州日本也用过他 就一共有用过大概四五个地方吧 我在飞机上很堪造的空气当中也用过他 因为他很小是可以带上飞机的 他说他们里面采用了一种科技 就是可以让这个水这个乳液在你的脸上呢 适应不同的气候环境 我当时觉得我的妈呀 你一个护肤品里面有玄学啊 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但是因为这条线很出名呢 然后我就很想要尝试一下 没有他说的这么神奇 但他确确实实会让你的皮肤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都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的保湿状态 他让你觉得足够的保湿 但又不至于太过清爽或太过黏腻 不管是在香港 在飞机上 在台湾 还是在日本 这三个地方 多多少少气候上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下面的这个呢 是一个泡沫洗面奶 是来自戴科AQ的这个 泵头的这一瓶 它的具体的中文名我忘了 我会写在下面 我为什么会冲草它呢 也是我之前不是说 我非常喜欢用La Prairie的那个洗面奶嘛 我就收到了一个小同学的私信 他就说 他用过La Prairie的那个洗面奶 也用过戴科的这个洗面奶 他个人觉得戴科的这个更好用 而且价格会比La Prairie的那个要便宜一些 用下来整一个的感觉呢 我没有觉得比La Prairie的要好用 就是跟它差不多的水平 但因为它的这个价格 比La Prairie的那个要便宜 我记得我在日本买的话 折合下来大概是四五百块钱 人民币的样子 La Prairie的那个我记得要七百多 还是七百多人民币就比较贵那个 所以综合下来的话 当然是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而且它的这个有两百毫升 它用了有三个月了 大概就用了大概一半一半的样子吧 还有一大半的 所以按照我这个洗脸频率的话 我早上和晚上现在都有洗 它大概可以用半年 那我就觉得它还是非常的划算的 本来要反馈的呢 就还有刚刚说的这个松本清的面膜 但因为刚刚已经讲完了 所以在这里就 不用说啦 那今天这个在闪电与雷声当中度过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啦